大家好,我是大伟,人越老腿越重要,这句话很多朋友们都听过,但是很多人把这句话的意思给搞错了 我们说人越老腿越重要,这个腿指的是哪里呢? 并不是说我们整个大腿,而是我们大腿的内侧 你会发现,无论是以前去念传统武术的,还是去修身咬性的 他们首先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我们的大腿内侧 为什么大腿内侧这么重要呢? 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我师父教给我的一件事 以前和师父在山上念功 师父对于一些老年人的教学,他都会首先检查别人的一个大腿 很简单,把腿敲起来,然后用手,他的手很有劲,就捏到了内侧 这样一捏,用力往下一捏 那么捏下去的时候,正常人捏起来是什么感觉呢? 他这个肉非常厚,而且他很难捏入进去 如果捏起来以后,这个厚是软软的 同时一捏以后,对面的人呲牙咧嘴非常的疼 手掐进去以后,就是掐进去,手一下子伸入进去 感觉里面都被水一样的包裹着 那证明这个人,他腿上的筋不足 内在的气也就不足 为什么大腿内侧这么重要呢? 其实刚开始我也不理解,到后面我才知道 大腿的内侧,他是支撑我们骨盆,包括我们老了以后行走 都是靠我们大腿内侧,他有一个支撑的力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功夫好不好,他的下盘稳不稳 并不是说他的外侧正面有多少的力量 而是取决于他大腿内侧的支撑力强不强 大腿的支撑力强了,他因为连接到我们的骨盆 他会对于我们的骨盆也有个支撑力 骨盆一旦稳定了,我们的内侧就不容易下沉 就会往上去提,内径也会变得足 所以一个人念的好不好,首先就要看到了大腿内侧 那么今天我来把我师傅教给我的方法 就是如何去锻炼大腿内侧的方法教给大家 这个方法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 以后打开就能够跟着念了 同时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记得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两个字 好了,我们现在来把师傅教给我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那么首先这个动作有两个部分,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你看,把我们的脚底贴拢 贴拢了以后呢,脚尖点地,腿部形成我这样 那你看,完全的把我们的内侧全部暴露在外 这个时候呢,手部握成一个空心状 一定要是空心状的 然后呢,从我们的内息处往上去拍打 看,一二三四 注意啊,我们是从下往上 一二三四,千万不要说反过来 也不要来回的做,这样都不对了 你看,就一二三四拍上来 一二三四啊,我们反复做一个七到八遍 把我们内侧的这个经络给它打通 先把这里啊,给它拍松 打通了啊,做个七八遍 那就差不多了 做完以后,把我们的腿分开来 然后用我们手臂的一个外侧 贴住我们大腿的一个内侧 你看,这两个点一贴 这两个点一贴 贴完以后形成一个什么呢 手,形成一个三脚架 一个固定住 固定住以后呢,把我们的腿啊 往内去夹 你看,去往内夹 因为我们是固定的状态 所以呢,我们腿啊,是夹不动的啊 那我们依然要保持向内发力 腿要往内使劲的夹 这个时候你会感觉特别的累啊 腿部啊,每一块细胞啊 都在发力 那就这样保持住 好,保持一个15到20秒啊 然后来,吐气 然后注意,吐气手上开始变松 让腿夹进去啊 来,一 好,夹到底 好,再来 二,吐气 如果可以的话,把小腹往内收 好,来 三 四 五 好,我们做上一个八到十个 此时呢,你的大腿内侧啊 开始出现了微微的发热 有一些酸 有一些感觉来了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恢复到第一个动作啊 依然恢复到第一个动作 腿打开 然后你看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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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啊 给它这样拍 拍完以后 再回到第二个动作 依然是 首先我们保持一个静态的发力 20秒钟 你可以从一数到20 好,保持完了以后 开始吐气 发力 小腹内收 一 二 三 四啊 做上一个八到十个 为什么我们要就这样啊 反复的去做 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 啊 就是像我们活面一样 先要把面给铺开来 再把它和起来 再把它铺开来 一张一吃 就这样 才能深层的去把我们整个腿部啊 给它打通 一些里面堵的地方啊 只有通过这个反复的一个垂念 才能把这里啊 变通 当这里你捏完以后啊 坚持捏上一小段时间啊 你会发现你里面啊 一捏起来啊 它里面有一种劲 这个劲是什么样呢 它和我们常规啊 泡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它有弹性 就一捏进去啊 它这个肉啊 很紧啊 这个肉质啊 你摸到手里面 就能感觉这个肉啊 是很有劲的啊 这个时候啊 你就念到位了 念到位以后啊 其实你都不用捏 出去走两步 你会发现啊 即便你没怎么念腿 腿上都很有劲 小腹 腹部啊 整个人讲话的声音啊 都会变得重气十足 就是我们大腿内侧非常重要啊 这个方法啊 一定要去把它学会 并且记下来 没有收藏的 现在收藏啊 收藏下来 以后每天打开 就跟着这个视频去念 念上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视频里面的内容 才能变成你自己的内容 你才能学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啊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大为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没有关注了 记得关注微博 大为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一个 非常好的养生视频 在别人那里啊 可能是不传之秘 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